谷開來被判死緩兩年 有熟悉內地法律的學者認為 法院沒有著情考慮到谷開來的求情理由 即是為了保護兒子搏呱呱 自製能力搏弱而殺人 判決是出於政治因素 而非法律依據 判刑是過重 她有這個動機 她肯得也有責任 她也有責任 大家都有責任 均衡平衡這個利益 應該判決國海來十五年至十八年左右 比較公平 按照內地法律被判死緩的罪犯 不用立即槍斃 只要在服刑期間沒有犯罪 就有機會改判十年到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至於谷開來決定不上訴 黃酉甘相信私底下是一場政治交易 官方和谷開來之間做很多協商 比如說你不上訴 惹我麻煩 我就讓你輕判 這樣答應你 我就讓你終來待遇 我就將來改判 做好多政治聖明的答應你 她又說谷開來的身份特殊 所以案件要怎樣判決 是中共黨內高層共識後的結果 以減低對年底召開的十八大會議的影響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尼康文報導 請問你有道歉嗎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